隨著疫情下民眾購物習慣的改變 聯邦政府計劃和信用卡發行商協商 降低商戶的交易手續費 文進報導 新冠疫情令很多人由電內購物轉為網上購物 導致商家的在線交易成本增加 聯邦政府正在計劃和信用卡發行商 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協商 討論再次降低商戶交易手續費的可能性 聯邦政府曾在2014年和Visa Canada 以及Mastercard Canada達成協議 將交易手續費降至1.5% 並於2018年再次降至1.4% 加拿大獨立集貨商協會表示 疫情之前大約六成的集貨泡付款是通過信用卡 現在該數字已經超過九成 增加的商戶交易手續費 最終將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Visa Canada和Mastercard Canada已經表示 願意和政府、銀行以及商家合作 共渡難關 雜人 雜人